国内的疫情持续的延烧 本土个案再攀新高 国内今天新增了183例本土 97例境外移入 从个别的传播链来说 基隆小吃店的个案增加了45例是最多的 而包括基隆的某科大 进行了大量裁检 发现有17个人确诊 虽然最近的本土个案超过99%都是轻症 但是否代表已经流感化了呢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不足以说明是流感化 但是有轻症化 不过没有打疫苗的长辈呢 威胁还是相当大 本土的病例有183名 境外移入有97名 本土疫情继续烧 连43天确诊数多破百 3号一口气暴增183例 从县市分布来看 新北几乎占了快一半有71例 基隆39例第二高 桃园22例 台北也有19例 在高雄 花莲 金门 分别也都再加一 到了差不多100 开始这个疫调的速度就变慢了 完全依赖卫生人员的疫调 其实速度上会变慢 疫调追不上病毒传播速度 新通报个案还有66例要调查 基隆小吃店群聚相关 再多45人染疫 防众警局人员都增加 基隆的某科大更启动大量裁检 一次揪出17人 另外在新北三峡亲友和校园群聚新增20例 中和社区多出14例 主要从筛检站发现 群聚似乎有降低趋势 企业里面相关的防疫长都已经设置好了 那至于在个人自主应变 其实我现在看起来 民众的警觉性其实相当好 确诊数再攀升 让民众吸引南安 指挥中心整理出 今年累计1500多例的本土 超过99%都是轻症或是无症状 代表Omicron迈向流感化了吗 一两千人的数目不足以来说明说 他已经是流感化 但至少我们知道 现在目前来讲 重症的比例相对低 就算轻症化对没打疫苗的长辈 威胁仍然非常大 即使第三季接种突破五成 还是有400多万人还没打 未来有望延泥打满三季 减少自主健康管理天数 还有匡列接触也可能跟着说减 就派疫苗有打有保障 记者夜人熊黄玉婷才放不到